捷運萬大縣工程被民眾直擊疑似施工不慎 出現自來水管破裂 還導致駁油路面凹陷 車輛經過都像開在彈簧床上 不僅如此 工人還被募集 在滿市已缺的鋼瓶旁邊抽煙 被質疑 難道不會造成公安意外嗎 總統缺失 捷運局表示 已經找自來水公司來協助紙漏 路面也已恢復正常 但工人們是在休息區裡抽煙 並無不妥 捷運萬大縣施工現場滴滴答答 水流個不停 這不是天空再下雨 而是水管破裂 讓工人施工像是在水連洞一樣 大量的自然水不斷流出 更扯的是有附近的出戶桌 已經流了一個禮拜 還沒有改善 更疑似導致了附近路面凹陷 車輛經過了凹陷路面 彈了好大一下 駕駛也下到緊急剎車 北市的捷運萬大縣工程 有民眾投訴議員說恐怕有公安問題 還有工人在氧氣跟乙缺鋼瓶附近 大膽抽煙 讓民眾看了好擔心 民眾擔憂 破裂的水管也會導致地層下陷影響住家安全 也致意是捷運施工不慎挖破管線 但是捷運局趕緊出面澄清 捷運局已經找來自然水公司協助指露 路面凹陷部分已經重新鋪號 至於工人的抽煙地點是在休息區內符合法規 但未來將會化身明顯的休息區 避免民眾又質疑公安疑慮 記者稱當張士奎 台北報導 кстати 太陽高 是 太陽高